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有点像打仗 有点像打仗 它的主要的问题就是 其实对任何一个城市而言 我们出现了这么大的疫情 我们自己的卫生的资源 医疗的资源 都是没有办法应对这些这么多的病人 这一点对武汉如此 对北京 上海 北上广也是这样 对美国也是这样 那在这样的一个有限的医疗资源的情况下 其实就决定了我们的医疗行为 不可能跟平时是完全一样 哪些病人更有可能被我们救货 这些病人显然是需要有更多的医疗资源 而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接受 在一定程度上去延续 或者是挽救他们生命的这样的治疗 这可能对更多的人意味着 更多的生存的机会 我不能要求别人 但至少我能要求我自己 在里面多待一些时候 来告诉大家说 别着急 你要做什么 或者我来一块儿帮着你一块儿做 尤其是越有风险的时候 只有你做了 你才能够对别人提出要求 即便疫情结束了 即便我们新发的病例数回到了零 仍然会有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我们会有一部分的危重病人 在接受治疗 所以对于这些从事重症医学的 医生和护士来说 我们总是要坚持到最后 等到这些病人的情况 能够真正得到稳定 我们才真的会离开武汉 离开湖北 地医生的医生和护士来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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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下期待